原來生活很快樂 程海恩 麥卓華 記住原來生活很快樂 開始今天的自主人生 直播室內有小麥麥卓華 也有情主播 我先跟著嘉賓的動作 通常這些古代都是我做的 對這些古代都是古代 現在的古代都是古代 新的古代是怎樣 現在他在表現有多有在 他笑完我們古代是在你們學的 無論古代是在你學的 你真的覺得你是古代嗎 因為他認識了這麼久 認識得久才是古代 聽眾朋友不是這樣覺得的 鄭俊雯 你好 早安 請到你上來今天的自主人生 對於你來說 我相信很多聽眾朋友或觀眾 認識你 有些是因為你歌手的身份 有些是因為你拍劇的身份 其實當時由拍劇拍了一段時間 轉了做歌手 中間又是一個轉型期 轉型期也挺突發性的 令到這件事好像發生了 對於你來說 演戲和歌手 你覺得哪一件事是自己的拿手呢 其實 哇 拿手 什麼叫拿手 其實我拍劇 大大話話都拍了二十年 我剛才駕車過來 我跟馬先生 你們的馬先生 我叫馬大哥 一直都叫馬大哥 我跟他拍了好幾套劇 很開心 因為你這樣說我們的馬先生 會變熟 對 因為我之前來馬先生 那個時候馬先生 誰是馬先生 哦 馬大哥 馬先生這個名字很生疏 我跟他拍了好幾套劇 我記得就是老幼狗狗 情願雙白線 子禁驚雷 跟他拍個古裝 我剛才做訪問 我現在數一數我都拍了二十年 那可以唱歌 可能我第三年 quando我新的人 但是我是唱其中全球ик新秀入行 那當時也是2001年 我已唱很久 那誰拿手 我是很喜歡音樂 我初心都是屬於音樂 但是 就是透過在電視台做這麼多年 拍這麼多套的劇 還有我當中有很多老師去啟發我 教我很多東西 其中一個就是羅冠蘭老師 他真的令我很熱愛戲劇和演戲 但是兩樣東西給我的東西都很不同 音樂和演戲 演戲我就可以扮其他人 或者藏起自己在另一個角色去發揮 這個角色或者去完成編劇編審他們的 vision 但是音樂上的東西就好我自己了 全部都是很坦白很honestly express自己當刻的情緒 也挺有那種想怎樣就可以怎樣的感覺 沒錯 很當刻的東西在台上那一刻我想怎樣express 就是那個感覺 不愧我和小麥都是拍檔 其實他剛才第一條問題 都是我今天想過的一些問題 不過我看到鄭俊雲 反而我會第一時間想問三個字 你好嗎? 我很好 因為我們最近也聽到關於阿Fred的新聞和消息 引發了一連串的就是剛才的小麥說 歌手、演員 另外在你的私人生活方面 就是人夫、人巴、人子 很多角色 沒錯 你覺得是否吃力? 你覺得 都不可以說不吃力的 但是也有很大的滿足感 我很喜歡做一個爸爸 我很愛我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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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人永遠都擺在最重要的 所以吃力是 但是誰做爸爸媽媽不吃力? 但是我覺得有一件事也挺重要的 就是因為我們現在 你為什麼想看貓字 其實沒有 他有時寫的不是 不是的 有的 真的有的 真的有的 我反而有時候覺得 其實不是你 我想聽眾或者小麥 或者我都會不會救人 因為你在香港工作打拼 我們一定有很多身份 但我經常覺得 有時候我會扭自己 你有沒有覺得 那一定是 那這樣就不行 我覺得不行 我反而覺得 就是因為我們很多這些 你要做一個好爸爸 好丈夫 或者一個好的兒子 當然是 但我覺得反而 我們要關注自己多些 所以我剛剛做完一個音樂劇 這個就好自己 好為了自己 所以我覺得這幾個月 都是辛苦我太太 辛苦家人去照顧家人 因為我自問我這兩個月 真的很少在家人 可以照顧小朋友 照顧老婆 所以你說是給自己的 是剛剛做完這個音樂劇 是真的給我自己 我自己是很享受 很熱愛 做了這個音樂劇 但做完之後 現在我就要回去 緊守自己的崗位 要去照顧好我兒子 說回自己 講到自主人生這四個字 剛才你也挺有信心 人生可以自主 我發現我們的嘉賓 很多時候都說 不是自己自主 他們覺得很多事情都是 想就是這樣想 但是發生的事情 都不是他之前所想的 我就是想說這一樣 你參加的是新秀 然後你就去了演戲 這一樣東西 其實對你當時來說 你是打算先騎著 還是真的 真的先騎著 會不會有這個心態 因為當初 新秀完之後 我簽了華星唱片 當年的華星 我好像簽了兩個月之後 他就結業了 當時也挺大新聞 我就覺得 是不是因為我呢 因為我累了他 但是之後就 唉 我想這些是命中 即是Fate 就不知為什麼 就入了TVB參加訓練班 就開始這個拍劇 但是我沒有放棄過音樂 沒有放棄唱歌 因為這個是真的我的first love 也有夾band 寫歌 很幸運 有一堆 我的樂隊有陪我一起去玩 我們一起不斷創作 不斷去找機會去表演 剛好十幾年之後 就有另外一個歌唱比賽 其實我又不想參加 因為我已經沒有了這個 想做歌手 一定要做那團團 不用了 很開心 自己唱 很巧合地 我當時的經理人 就很鼓勵我去做 我拍劇又很忙 不知為什麼 劇組 全部人的劇組又很聰明 又幫我量級 你人好 這麼多人的配合 是不容易 因為我覺得 當時跟郭聰安 田裔尼拍劇 他們經常跟我說 快點去吧 你為什麼在等什麼 他們聽過你 很多時候都有機會聽到你唱 有的 覺得你很應該繼續在這個方向發展 因為我每天都帶著結他上班 因為不用買位 我都要探 剛巧我們的AA 幫我們量級的AA 他就說 阿朋友你不用開工 我量級給你去audition 你去試鏡 你去試音 就OK 去了試音 又拿著結他去試音 其他人都是播了MMO 我就沒有 我自己拿著結他 還有我記得我是截了自己 我是沒有參加 不是在deadline以來去參加 你特別的身份 截了也一樣參加 我是你的 我是經理人 他說我截了自己 那算吧 我不交上去 即是你聯課都已經關了 我不行 你馬上傳給我 我在公司幫你拿下去 拿下去六樓 我沒有了 極力的幫你爭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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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巧合地試音 然後又進入初賽 然後就不斷不斷去 容許我問你一個問題 如果當時沒有這個比賽 其實你都拍了劇十幾年 也都 我不可以說沒有人認識 但當時其實每個人都知道熟口熟臉 但真的走出街未必好像今時今日那樣 嘩 阿Fred 嘩 鄭俊宏 你當時的心態是怎樣 其實在這個圈裡 最怕就是這些位置 對呀 半紅白蝦 要麼你就完全沒有機會 就可以了 要麼你就很紅 就不走 或者真是紅到完全讚夠上岸 那些位置的心態 還要棄這麼多年 你都會說 一劇接一劇 但這些一劇接一劇 真的好像做你 為了糊口 為了興趣 當時有什麼想法 沒有的 當時年輕 覺得喜歡做的 就繼續做 因為如果你沒有興趣 在這一行 尤其是在電視台 因為你每年都有這麼多人入行 那時候還有香港先生 很多不同的比賽 我們這些訓練班是最低的 最低的那層 我聽過 所以你訓練班 是基層 最基層的 你要突出是很難的 所以我很尊重訓練班 出來的那些演員 或者是 但最基層的基礎最好 沒錯 我也想說 紅腹子出身 我們真的有死屍做戲 沒有對白攤 對 你做過幾次死屍 很多次 我一天死過三次 這麼多 出鏡死三次 我聽 死而復生 我第一次聽 你早上零龍 穿過清兵 有個勇字 衝 放飯 早上午後 你換回做明兵 另外那邊衝又死 擦開一點 還有沒有利是 我上課有三副利是 也有的 做完兵就做村民 我們看一時間想起就是這樣 很壞 由死屍之後做茶客 夾月秉丁 沒有名字的 這樣慢慢做 都要過得到自己 是啊 沒有工作的時候 就要找工作 你的角色什麼都沒有 你是茶客 我就自己想做 為什麼我在這裡 我的背景是什麼 我現在的情緒是什麼 為什麼我會在這裡喝茶 心理質素也要很強 才可以在這個圈繼續去 沒錯 這個時間休息一下 稍後回來我們繼續 今天的自主人生 休息回來 繼續今天的自主人生 直播室裡面有 情主播 有小麥麥在外 身邊的你有 Fred鄭俊雲 馬上回來 我們MBO TV 是metroradio.com.hk 或者是新城廣播的手機應用程式 按MBO TV的項目 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聲話同步直播 剛剛說了你的之前 其實參加了這個歌唱比賽之後 其實街外人從來都覺得這個比賽是一個repackaging 即將一些可能是埋沒了唱歌潛質的藝人捉出來 亦都可以當時容許我這樣說 解決了那個歌手況 當時有這個問題 因為有一個版權的問題 對於藝人來說都是一件好事 因為多了新的一番的報告 突然之間多了一個身份 亦都當時 我好記得很快的 鄭俊雲的出現 到鄭俊雲很爆發 很快 其實你那時候 心理上會不會已經覺得 我現在已經是一個歌手 我不拍劇了 或者自己是怎樣的 因為我很有趣 一個是你 一個是鄭俊雲 兩個人一直唱 但是一直都說回去拍劇 其實我們街外人想 唱歌不是好一點嗎 不用先捱筋 那你們的心態 又要做到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兩樣一起做 我最記得我第一次訪問是來新城 是呀 然後我好像小孩子出醒 我第一次見到這麼多記者 在 Press Room那裡 他們就拍我 然後我就用手機 即入行這麼多年 我們用手機來拍他們 拍給你 因為就上街 然後又搖 又沒有說真的 做了歌手就不拍劇 因為我之前都經歷過這個階段 可以簽了華星 可以做歌手 但是立刻就跌落了谷底 所以之後 長大了 又可以做歌手 我都是很平常心去做 但是很感恩 有這麼多的機會 有這麼多的興趣 還有之後拍劇的角色 也都會好一點 有時候我接觸過一些朋友 一些藝人 他們好像你這樣 都有一些年資 都真的有一些年資 他們會有很多心理質素 會有改變 或者怎樣去看一些事情 會有改變 但我剛才聽你說 好像你是很適應 很適合這個圈 即是你從頭到尾 都好像這個 差不多的心態 是不是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有沒有理解 你說我有年資 有沒有變過 但我仍然覺得 我好像新人一樣 我仍然覺得自己很均 那真的保持得很好 大家看看 那樣子都是新人 對 我以為我在訪問新人 我剛才很想說 要請教 不過你先說這個 我想這個心態 要繼續進步 要繼續找新的方法 去唱歌 或者音樂上 都要不斷嘗試新的東西 也好演戲也好 做舞台劇 不斷找一些新的東西 去衝擊自己這個藝術的生命 因為有幾年我都覺得 在電視台好像有些滑雅 拍來拍去 都是這樣 所以我很想做一個音樂劇 我想再撻起一團火 有這個初心 這個音樂其實是給我 有很多其他的東西去試 看看產生什麼的發生 但剛才我想說 在這個圈好像小麥 你真的要耐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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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耐 你是不是從開始到現在都是這樣 從來沒有試過想一刻 大哥 我的樣子又帥 又懂得演戲 然後又懂得唱歌 為何等了那麼久 未到第二次比賽之前 那三、兩次都應該要留下來 現在都是由始至終沒有變 所以你是否本來適合在這個圈裡 繼續打拚 我想是的 你說有沒有想做其他人是有的 或者家人是想我做其他東西 嘗試其他東西 因為我不是說你十幾年 他還在那裡 是的 你在那裡做什麼 我記得有些家人問我 你還在TVB嗎 是的 我還在那裡 你來到這句就對了 剛才你也說了 我心裡都是掛著 喜歡做劇 兩樣都是喜歡的 但是我又這樣說 我們坊間很多時候 聽眾好 甚至乎一般歌迷好 歌手就是歌手 演員就是演員 其實你的身份 尤其是當年非常尷尬 永遠你都是撕不掉 演員或者是藝員這個名字 但其實你的心就知道 我其實這兩樣都可以做得很好 我不是揹著藝員名字的歌手 我是兩邊獨立發展 當時心理上有沒有覺得 真的要選擇一樣呢 因為坊間真的會覺得 可能因為你的演員身份 你唱歌的時候 無論是角逐一些獎項 甚至乎別人的評價 惡評真的會這樣寫 如果作為一個演員 他這首歌演得很好 我也見過這類型 未必是寫你的 但真的會有人這樣寫 你當時有沒有這種心態 其實我是沒有的 反而公司就有了 唱片公司那邊 很希望我擔當多些做歌手這個身份 少了在劇集那邊 當然在劇集那邊 想我拍多些 兩樣要出一個平衡 其實我覺得我兩樣都可以做得很好 可以同步去做的 那就是 我亦都很熱愛唱歌創造音樂 亦都很熱愛拍劇 做一個角色 兩個其實都是一個創作 是創作 是藝術 所以就 咦? 剛剛做了一個音樂劇 什麼都齊了 有得唱歌 有得跳舞 有得演戲 最好 但是完成了一個 自己最喜歡的東西之後 會失落的 是呀 失落的 就是時候 又要想一些新的東西 是呀 不是 我很希望他會再重回 第二回合 現在在聊第二回合 或者有一個巡迴的tour 因為剛剛做了一個 向張國榮致敬的音樂劇 我相信張國榮的fans 全世界都是 我相信去到哪裏 都會有人去欣賞 你說做新的東西 會的 因為我們七月 我和太太開了一個慈善演唱會 我們很希望將這個演唱會 繼續做下去 去不同的國家 不同的城市 去為慈善服務 當然這也是源自你的小朋友 天使綜合症引發你們 其實是很多的project 是因此而發生的 是呀 所以有時候我們去 當然有些不開心的事 沒有人想是病 但是我覺得發生了就是發生了 沒錯 在今次這個 這個occasion 或者incident 這件事當中 你覺得最大的得罪是甚麼 有時候我們在事情當中 我們看到很多事情 你看到甚麼 我懂得感恩 珍惜 這是真的 活在當下 可能 以前 以往 好像想過很多 未發生的事情 而想過那些 令到自己 可能緊張 或者焦慮 其實有了兒子之後 其實上天 派這副牌給你 OK 可能不是最漂亮 會贏的一副牌 硬硬硬硬硬 很難打 看看你怎樣去用 怎樣去活出 這個逆境 這個困境 是心態來的 真是心態 很鼓勵性 我聽到你這樣說 因為有些 正如你剛才說 有人 一攤開副牌 一攤開副牌 又怎樣 都吃不出 沒錯 就是看你怎樣去 營運 或者經營 怎樣去發展下去 可能四隻 都在你手上 但是你都不開手 你不是說麻將 我打麻將 都是大 我的手勢就是打麻將 我剛才已經留意到 所以大家上來MPOTV 其實是多些事情 我們不是鼓吹賭博 我們只是打個比喻 休息一會兒 我們稍後回來繼續 今天的自主人生 好 繼續回來今天的自主人生 直播室內有鄭俊宏 在此 亦都有笑咪麥卓華 和情主播的 上來MPOTV Metroradio.com.hk 或者就是我們的 新城廣播手機應用程式 都可以看到 我們今天這條 昇華同步的直播 來到這個位置 就是自主人生歌的時間 剛才你說人生道理 給我感覺 就是今天的鄭俊宏 在我心目中更進一步 因為鄭俊宏的樣子 真的比較年輕 所以其實我沒有想過 剛才那些說話 是從你的口說出來之餘 是說得這麼紮實 有時候說是很容易 但是你是聽得出 這個是有經歷過 是啊 人生歌 看看你什麼歌 我想選擇張國榮的小明星 因為 都說了之前做音樂劇 其實在音樂劇 不是我唱這首歌 是另外一個演員唱 但是每一晚他唱 我都是很感動 因為我聽這首歌 我就想起我兒子 他當中有句歌詞 Little Star 吸我飛 不需要吸我什麼傳奇 其實我兒子你開心就可以了 健康就可以了 你不需要做其他什麼 make me proud I am proud of you already I love you 不需要吸我什麼傳奇 我想選擇小明星 有時候我們去說這件事 容易 但是始終都希望自己的小朋友 可以走得更高更遠 在這個情況之下 有時候自己的心態調整 會不會都很重要 要 因為 最大的調整 因為之前你有很多期望 給你自己的小朋友 想他怎樣 讀這個 想他做什麼 打功夫 什麼都想他做 但是 知道他有這個症 你就要 調節你自己的心態 你必須要先接受 先 OK 那你就明白 健康不是必然的 是 我們現在這麼幸運 我們懂得說話 我們懂得站在那裡 懂得走路 我們懂得學東西 用腦去思考 其實已經是很幸運的 未必個個都是這樣 所以 他健康 他開心 就可以 已經足夠 是 我還想問到一個問題 剛才 你說到 就是你對小朋友的期望 反過來 你都作為別人的子女 自己反過來看 就不會是這樣想的 不會說我活得快樂 那就可以了 我爸爸就會快樂 或者我家人就會快樂 在這一方面 現在 在你圈裡面 或者你的事業 或者你的家庭裡面 你覺得 是不是已經可以令到他們開心 還是你還想去做多些 你說這個問題 我真的 纏繞了我很久 我覺得 因為我是單身家庭長大 我經常就很想 想令到我媽媽很 proud 我經常都好像 是不是做什麼 他都好像 覺得 不夠 就是這樣追 要做這樣做那樣 我要 唱歌演戲 要做到最好 其實 我只是看我家人的反應 但是現在 長大了 因為你做了爸爸 對 其實我覺得足夠的 就好像你看 你希望你的兒子 其實爸爸媽媽都是一樣 就是很簡單 沒錯 最重要就是 健康 和生活得快樂 沒錯 我覺得這兩件事 有了之後 你要自主人生 一點都不難 那你首新歌呢 先問一下 說一點 我們現在很多時候 播放這首歌 有時介紹 爛好人 我上網搜尋 他說爛好人 和爛好人 台灣的網站 是說 是有這樣的 term 是嗎 爛好人和爛好人 你先說你的 我覺得爛好人 是什麼 不是一個好人 即是壞人的意思 又不至於壞 可能他不是這麼誠實 或者這麼真誠 即是爛好人的一個蟹音 是的 一個蟹音 即是你爛好人 但其實你不是這樣 是的 即是你 爛好人 即是你爛叻 一樣 不是自己的款式 那你是想說自己 還是 是的 我們是拿著自己的 真的嗎 因為我們監製 黃雙遜 高叔叔 和作詞 Oscar 他都經常說 Fred你是不是真的 那麼好人 你是不是假裝出來 你會不會說 好到一個地步 你會整個人瘋了 雙重性格 是 他又這樣問過 我也是 真的會不會 我們就看一套電影 叫做 Me, Myself and Irene the Jim Carrey 一套電影 他就正正就好像 這個角色就很軟的 就很好人的 就經常就被人欺負 但有一天 他就無端端的潛意識 就創造了另外一個角色出來 去保護自己 這個角色是很壞的 我們就拿了這個概念去寫這首歌 剛才聽過《爛好人》這首歌 看看大家會不會心同感受 不過現在就要欣賞 Fred今天的自主人生歌選擇 小明星 還有一次多謝鄭俊華 謝謝 謝謝你們